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支联会这么多年来坚守这个旗帜 那么我也有幸在雨伞一动的时候 去香港街头跟他们在一起 一个星期时间 也算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个回报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当时我有感想很多了 一个就是我觉得 那个就的确非常像八九年的天文广场 那种气氛 是非常像 当然就是民间的那种自发 这次组织在一个临时达成的空间 有民主教室 然后这种各种不断的讨论 在街头各种公开的讨论 大家的想法 这些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景象 当然在那里也接触到另外一面 比如说当时在香港大学 就是提出这个香港独立的问题 那么在年轻人中间很明显的 就是我感觉 就是这个事情是在抬头 那么当时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也就是觉得八九年所形成的 这个对于民主自由的这种渴望 这个精神 实际上在香港 在那个地方是存留下来了 所以就是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那这很多的人像黄之锋这些 都是积极的参加 很小的时候就是去香港六四纪念 最后成为现在香港民主运动的 这个先锋 我想这正好说明 就是这个八九年的 这个这种精神 这是香港现在这个城市 它的文化 它的遗产 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也是香港未来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激励 就是在国际上 我想大家想起香港的时候 如果从一个 抛开它作为一个商业城市 那么大家肯定很多人想到的 就是这个六四的这个烛光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想一方面 它的确代表了这个股市价值 在香港做一个国际 但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一种中国的古老的一种传统 就是这种坚守良知 反抗暴政这样这种精神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就是即使香港的 又是特别有中国的 就是现在我们看大陆 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土匪当道 等等很多都是不可能 能够长久的一些事情 人在海外 在香港这样坚守的 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也可能是未来中国民主自由的时候 有的一个景象 刚才就是说到这个 一带一路这个事情 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最近还在发展 跟这个华信类似的 就是海航的这个海航公司 那么在香港你们做的那些 做的不错了 海航这个事情呢 去年有些热度 那实际上我觉得做的最好的 去年实际上是西方的媒体 就是基本上每个星期 都会有跟踪报道 紧盯着它 那这样造成国际这个 金融市场 对它的压力非常大 它的那个债券 成为垃圾债券 就是百分之十几的利息 那个股票暴跌 它它拥有的这个股票 它在最大最影响最大的一个 就是它有那个德意志银行 百分之十的股份 那个股票现在就是跌得最惨的 他们只卖掉 他百分之十的股份 大概只卖掉了百分之三左右 那个那个股票就跌了 大概百分之四十 比方说 但是就是这样 就是它是像一个毒药一样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作为政府 在这些方面都好像反应非常迟钝 就是金融市场它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西方的政府 这些都反应很迟钝 那么就像磁航这样一个起 一个 一个 所谓的基金会 这是一个大怪物 这就是只有这种中共这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才能产生的一个怪物 它就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 私有化 变成这种家族拥有 然后呢 又从家族拥有变成一个美国的基金会拥有 这就是这中间它洗了好几层 而且洗到美国来 最后它在美国 就是执行扶贫的这个 大家想一下 就是多可笑 就是中国有多少 穷人 等等 它到美国来扶贫 而且这个钱是数额非常大 就是它这个 就是所谓的那个不明身份的那个人 就是冠军所捐出来这个 百分之三 现在看来肯定就是当初的所谓国有资产这一部分 百分之三十是值一百八十亿美元的 就造成它这个实际上 它是一个最大的 事实上 这每个基金会 这就在纽约 就是注册地就离我们这不远 那么 要是按照一个美国的基金会运作的话 它就每年比方说 必须拿出百分之五的来 就做它想做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扶贫 对吧 或者是它 中间讲的它好像是 有一些钱是给了哈佛啊等等 这显然这些都是有一些名堂 那海航这个调查本身 还有一个你刚才说到 它在西方国家行贿那个 那么在美国这个 也是这种 非常不清楚的这种相关交易 就是它 从那个 当时白宫 就是川普白宫 通讯主任 通讯主任 这个通讯主任也不知道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头衔 可能也是这种 奖赏 可能对 对总统有功的人的一个一个头衔吧 这个人是 高盛公司的以前的主管 后来自己搞一个所谓的对冲基金 叫 Skybridge Skybridge Capital 他把这个买下来 你像这种交易 这都是绝对成问题 因为所谓的这种对冲基金是以不透明出名的 根本没有办法衡量 它值一块钱 值两块钱 那么这中间你说多少 这根本说不清的 而且这个量都是非常大的 就是 一几亿美元 这样的这种情况 你就是它在美国可以做到这个 而且直接 这就是川普身边的人 能够做到这些 就是它的这个渗透 就不光是像第三世界这种一带一路 第三世界 它就是直接可以深入到美国的核心 就在纽约这些 那么 后来他们慈航顾的这个人 好像还是以前 德国的什么人 副总理 副总理之位的一个人物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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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很 很无聊的这种人 我觉得 就是 这些人要么就是冲着钱去的 要么就是 他根本无知 但是这显示就是说 这个中共的确这个 有钱能是鬼推磨 这养鬼多得很 我们不能高看这个民主自由 这些东西 就是说 这种在 在这里的影响 就是它这个很多 它是通过这种具体的约束实践 但是也是 容易被 也可以被腐蚀的 如果这些监控 这些没有的话 那么这些当然 的确我觉得 最应该感谢的 就是美国的媒体 以及西方的媒体 不断的报道 金融时报 这个 纽约时报 二间是不断的报道 那么 这些就是它不停的曝光 它就很难 底下有交易 最后白宫 这个通讯主任 那个事情被撤断 但是呢 作为 政府 本身 它的反应还是非常缓慢的 就是像现在海航这么一个 就是 像这样一个一个 怪典 就是它 堂堂堂堂堂的 注册 什么没有人 没有任何办法 那么因为刚才讲的就是说 西方的企业就像人一样 它就有一个人格是 就是它是有很多权利的 那么政府轻易很难剥夺这些 但是中国的企业 它都是政府机构 嗯 它就是agent 就是government agent 这是现在 西方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 中国的企业 基本上所有的企业 都是执行政府职能的 那现在习近平 要求所有的上市企业 都有党支部啊等等 这是更加清楚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它不能享受传统的 就一个自由的在美国这种 这种企业所有的这种权利 这点我觉得就是美国的立法 它根本就是落后的 那就没有 那么我们很高兴看到前一阵 它通过一个法案就是像打击这种 孔子学院这种活动 就是针对有组织的个人活动 这种的 那么我想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就是中共在这里 有组织的活动都要打击 但是呢 就是经济方面的这种 其实它也应该是有一个很清楚的 一些约束 比方说就是 中共在经济方面 这种经济实体 凡是中共控制的经济实体 它应该给它有一些特殊的立法 就是在它的透明 在它和美国这个相关交易方面 都应该有更强的要求 这个是必须的 那么我觉得美国的这些方面 还是做得非常少 那当然这里边其实有很多 就是显示出来 他们的影响很大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种金钱 这个资本的渗透啊 因为它可以雇最好的律师 那我们这些人 只是大家靠自己的能力 去到处去挖掘 但是他们顾的都是 顶尖的这些律师 顶尖的这些银行 帮他们做这些 那么它也很容易影响 这些人 那么怎么样 把这个美国民间有的这种声音 就是要求对中共的这种渗透 有对抗的这种声音变成一种力量 能够在立法啊 政府这些中间表现出来 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很需要做的 但是也的确很难做到的事情 但是这的确就是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现状 因为这个黄南博士也没有一些回应对这些事情 因为你在华盛顿比较急速的很多一点 我正好回应一下 卓文勋刚才提到的 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应该说是不磨而喝 想到一起去了 我昨天跟胡平和胡总通电话讨论到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 从前天开始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了 这个以川普这样的个性恐怕打起来就不好收手了 尤其是中方要是强硬回击的话 以川普这样的性格 他可能会 已经回击了 对会更强硬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未来中美贸易之间打起来 但是我像我包括胡平很早就提出来 我们也认为 就是实际上中美贸易之中很大的一个中美贸易战 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对美国的贸易逆差 很大的程度是人权问题 不是经济问题 对不对 他的产品能够这么便宜的在美国清销 那是因为中国的劳工的工资和各种福利的标准极低 所以他才可以有这么清销 所以你中美贸易战如果不提人权问题 其实抓不住中方的根命根子 所以我们像我们下个月就在考虑 就准备在华府开一个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会 邀请美国国会的国务院的白宫相关官员来听 我们更要请胡平去讲这个问题 就是讲这个贸易中的人权问题 这跟你其实刚才说的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劳工标准 其实我们也一样 完全不谋而合 我们时间根本没有勾结过 刚才大家都确实都抓到了这一点 包括刚才风水也讲到这个 就是所有的这些经济活动中的政治问题 人权问题都是我们恐怕未来要去做的 其实这方面以后还可以多一些的合作 像你刚才提的那样的建议 其实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DC做一些游说 把这种立法的建议 就是我陪你我们到各个议员的办公室走一走 其实提提这些建议 他们像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民主党 南西普罗西共和党的泰德库鲁兹和 马克罗比奥这些都是比较正在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你刚才我回应就是刚刚提到孔子学院 我们大概也在这里做一个预告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发布一个公开的新闻稿 就向全美国的孔子学院对话中国智库 向全美国的孔子学院正式提出挑战 就是我们要求我们到孔子学院去讲六四 你接受我接受 你要不接受你就违背美国言论自由学术自由 那美国国会当然就对这种做法要有一个表态 你要接受我们就去呀 你要接受我们就去啊对啊我要去不到 没工作去成长创就去啊 所以我们会组织这大家去啊就是 我们会给每一个孔子学院的领导发公开信 公开发要求你邀请要要求你邀请我们去讲六四 看你回应不会你不回应也是一种表态 这些态度我们都会回报给美国国会 作为立法根据这是对你 就是我们能唯一能想出来对孔子学院的一种回应啊 算是就是我们这些做法也跟你做一个这种沟通 我今天要对话 好 很好的 我给接下来有没有 你直接讲就好了 我先提问的问题 对 但我不知道讲大家听到都听不到了 没有话筒在那里 所以说好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王丹先生跟李作伟先生 我自己呢是来自中国大陆上海的维权律师 我叫钟景焕 我是15年7.9大抓捕以后 从上海来到了美国 然后就是说根据我在这个大陆 二十多年的感受 我一直从事法律工作 然后呢出来以后又到了美国 对国外的这种海外的这种民运的很多的活动 也有了一些认识和感受 包括我自己对台湾对香港的一些感受和认识 那么我的一直呢感觉到就说 中国大陆也好 在台湾香港也好 或者说民外这个海外的这种民族运动也好 我们这么二十多年来 大家都在坚持的去做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确实 包括我们这个7.9就是大抓捕 两三年来一直都在坚持 包括香港的支领会也一直在坚持 包括台湾的 各种的人权组织也好 都在坚持 但是我发觉 我们这么多的人在做事情 但是说对中共这个政权 对它的影响 或者对它撼动它的这种作用 真的是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但是真的是觉得是很小很小 加上大陆的这种对网络的屏蔽 对消息的封锁 所以说呢 一直感受不到 怎么样撼动他们的一些大的影响 而且呢 我一直觉得像 尤其是像台湾 它至少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你说一个政权也好 一个政府也好 包括香港 它这个历史以来 这么多年来 它有自己的独立性 那么我们怎么样 就是说 用什么方式 能够突破这个瓶颈 对大陆这种政权啊 能产生尽量大的影响 尤其是台湾跟香港 作为这种有它更大的优势啊 怎么带动我们这些海外的民运也好啊 或者说大陆的这种民主抗争也好啊 人权抗争也好啊 在某一个顶上 突破这个瓶颈 对中共 产生一些致命的一些 会说 判动了 怎么做我们更好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容易 怎么喊动 中共 但是我觉得 我们做的 在香港也好 台湾也好 海外也好 其实也是要支持内地 最后好像你说维权律师709抓爆 现在到现在王船庄也是失踪 还是找不到 当然我们在香港经常去示威游行去抗议 可不可以喊动坦白说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不做的话 他们本身本来没有声音的 更加没有声音 我们现在只可以做得到就是在国内没有声音的人 我们可以在香港可以帮他们发声 其中一个例子当时留下了 留下我们7月13号我们在香港 小波一周年我们有个几年的集会 就希望我们也就香港支持小波的人都出来 可能不知道多少人 可能一千人二千人 无论多少人出来的话 其实你说对中共有没有喊动 我不敢说有 但是始终保持维持这个声音和维持这个抗争 对国内的朋友来讲 我相信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不可以出来抗争的朋友来讲 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支持 变成我们他们没有声音的时候 我们在香港可以帮他们发声 所以现在我们在香港做了 就第一就是大家说 小波一周年我们7月13号有个集会 然后刘霞我们现在发起一个全世界的签名运动 签名去要求四四方留下出国 然后我们在我几个礼拜之前 到默克宜去中国北京之前 德国总理去北京之前 我们就给了一封信给他在香港 他们那个领事也 说一定帮我们交给这个德国总理 主要就是讲四方留下 这个也是起码在国际外交那方面 我们可以做多少我们做多少 当然最后可不可以喊都我不敢讲 因为坦白说现在中共好像是很建固一案 但是共产党要 我希望这个说可以说要倒就倒了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倒 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坦白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可以做什么令到他可以倒 但是主要就是我们记住这个抗争 所以四方留下 我们有个签名运动小波一周年 然后下年就是六四三十周年 我们也希望六四三十周年 我们其实本来我们一直做六四几年馆 之前是因为有人搞我们 所以我们要关了一个 我们买了未来的一个几年馆的位置 我们现在最后要关了两年 我们临时的两年 但是我们就说这点会说 就是希望四十三十周年之前 是可以有个六四永久的几年馆 然后就希望在香港 我们可以做到个算传六四是什么 刚才风所讲 他也有来香港 我们六四祝国晚会 雨伤运动 其实如果大家看六四祝国晚会来讲 其实有几年是五万人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九七年之后之前 之后几年是不多人的 什么时候开始多人呢 二十周年开始多人 突然间我们在二十周年 从七万六七万到到十五万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在二十周年的时候出来 这个是那个什么时代呢 有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士 和支联会一起去反对这个中国共产党 一段专政和要这些民主 这个都他们都接受 但是后来到到最近几年 他们新一批的学生领袖出来就说要切割 因为周永康就是雨伤运动哪一代的学生领袖 就是最后一代是支联会的成员 因为后来他们 其实中国共产党很厉害 他们见到学生运动很团结的时候 然后发展的这个雨伤运动 雨伤运动之后 他们就一方面是香港细分是不同了 然后我看中国共产党在里面 也可以做分化的工作 在香港的学员就打散了 有几个学生会推出学员 后来这一代的学生会领袖 就说我们不参加这个诸国晚会 因为他们说我们要清楚切割中国的关系 变成他们就不讲明不出级 但是你就算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当年20周年是最多年 最多人是18万人差不多 现在我们是11万人 今年是1万5千 去年是11万 今年其实比去年多人 然后你在里面也是年轻人 所以学生会虽然他们不来 其实一般的学生如果他们看事情的话 他们在学生运动哪里 八九学运动也看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一样 我们也是要民主 香港年轻人也是觉得未来是给中共打压 没有希望 他们也要出来去争取 所以他们是认同八九民运的精神 可能他们说我们不要坚钱民主中国 可能他们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他们心里面 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奋斗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是政治这么大 虽然有这个切割的问题 但是最后年轻人 你去中国晚会也是很多人情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六四几天管可以再 今年我们一定要再做了 也希望可以有这个六四几天管 可以机足宣传多一点 关于这个六四八九民运的刑犯 然后他刚才风所讲 我们八九六四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一百万人出来 其实如果没有八九民运的话 其实香港民主运动也没有 就是一代人 我经常和人说 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去搞运动 搞游行 几百人几千人 就很厉害 当时觉得很厉害 但是去到八九的时候 一百万人出来 我就觉得已经 我们要做了已经八九年的时候 推动香港人 以前是几千人 去了八九年一百万人 所以一代人的改变 原则一代人去改变了之后 是一代人的抗争 当然雨三运动是另一代人的开始 但是两代人其实没有分别 我觉得 虽然年轻人觉得我们老一代的运动的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所做一套也不可以改变香港 争取到香港民主 所以他们要自己来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他们自己来 现在有个好处就是他们自己来之后 最后也说 这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是要团结 这个是重要 因为最后其实没有分别 大家都是同一个心 求同传义 其实大家都同的 都是要从中国共产党那里 我们应有的民主权 这个是共同的 没有什么分裂的本钱 也没有什么分裂的理由 所以最后我觉得现在这一代 虽然他们批评我们哪一代做的不够 做的不好 但是最后他们自己做的时候 也知道 也是要去到 也围到和我们一同去奋斗才可以出路 没有一代人自己去做可以成功 我们这一代人去做 我们不可以成功 他们新一代人去做 也不可以成功 除非没有 大家没有分别才可以 一定要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团结去做 才可以有一个出路 所以最后问题也是解 你说了怎么喊动的问题 最后也是没有答案 但是怎么样 所有的力量 集中在一起去做 令到中国共产党受到压力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问题是什么 我们自己人去打自己人的时间 花的比去打共产党更多 香港也是 我花的时间去和自己人去讲 自己人去团结 去有个平台 大家去讨论什么去做 最后本来是谈得好好的 突然有个人出去有和媒体讲些话 也破坏了整个团结 通经常都是怎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办法 有人的地方就可能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要花时间去团结 然后也是用最大的力量 去和中国共产党去反抗 然后我们才有希望 这个也没有什么答案 但是我觉得去明年是重要 六十三十周年 大家怎么去全世界去动员 去做这个工作也是很重要 我跟这位律师朋友稍微沟通一下 其实当这个是个 你这提出是个大灾问 不光你问 我们还有网络上的大红人 也曾经在直播中经常质疑 说你们海外民运二十几年干什么了 有什么效果呀 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 我看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涉及到对民主运动 这么认识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 我们今天就把共产党撼动了 那不是民主运动 那我们是民主运动的成功 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民主运动本身 跟民主运动的成功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真正能够撼动了 那叫民主运动成功了 在这之前 我们做的一切没有撼动它 但这个叫做民主运动 我们争取的民主运动成功 那我觉得所谓的就是 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民主运动来说 重要的就是在坚持 这个其实是昂山苏基 当然现在他名声不太好 但他过去得到诺贝尔奖 他很强调就是一个民主运动 最主要的素质就是坚持 就是不能够太急躁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 虽然民主运动二十几年 什么然后就说 为什么还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为什么还会撼动 其实你不知道的 就是他我们 其实我们大概也知道 共产党内部已经腐朽了 只是表面他还撑得住 但他什么时候倒 没有人知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民主运动要做的是 就是不断的积累 能够让他倒的那种条件 可是他什么时候倒 其实是我不认为是我们 可以做得到事先设计出来的 也不是我们可以 就是一步就可以做到 这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 积累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发生 那么对民主运动的发展来说 我觉得最危险的 其实就是这种急躁的心态 就是你要是老想说 我们二十多年 怎么还不成功啊 如果一直用这种情绪 控制自己的话 它会产生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放弃了 我们其实很多朋友 就这么慢慢离开了 就是他老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然后他就走了 其实这个结果 对民主运动是很大的伤害 所以你要有那个耐心 有那个坚持 有那个韧性 进行下去 那才是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 应该有的 第二一个 那就是或者另外一种负面的作用 就是冒进 其实冒进也是更不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要不然你就是付很大代价 比如说你有的采取暴力的方式等等 然后自己也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然后你整个民主运动的 你总是失败的话 你的信用其实也会降低的 这是造劲的危险 所以我觉得从事民主运动的人 要能够耐心坚持任性 二十年做不成做三十年 三年做不成做四十年 我当时不是说我们打泄气 就是我们可能几十年都做不成 我意思说 首先从我们这里要有这个精神 这才是民主运动应该有的一个精神 你只要有这种精神 坚持下去 就我记得胡平过去讲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 他说这就像我们过去人工挖隧道一样 对不对 你挖一个隧道 胡平老讲这个道理 就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挖到头的 民主运动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能说我一定得知道 什么时候挖到头我才来挖 这不是搞民运人该有的心态 你就是要一直挖一直挖 也许你可能前头还要十几里地 你就不断地挖 这辈子你就挖不到头了 但也许下一敲下去 你这整个洞就打开了 这也有可能的 这个是你 我觉得我们是不能去算计那个的 而算计我们能不能继续挖这个隧道 这才是民主运动需要的 那么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学历史的来说 我觉得历史是由偶然和必然结合成的 它甚至偶然和 没有偶然没有必然都不会有过程历史的 那个偶然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而那个偶然因素是极权制度跨台最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八九年的时候 要不是胡耀邦逝世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运动在那时候就爆发 那完全是个偶然因素 它就是它病了 一下就整个全国就起来 这个你我们也想不到 共产党想不到谁都想不到 整个历史就改变了 这是偶然因素 可是我们经历过都知道 我们这个八九年这件事也不是偶然因素 导致了也是整个十年积累的结果 换句话说 在那积累的十年中 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够撼中中共 但是那个偶然因素一爆发之后 我们十年积累的结果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偶然因素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我们作为民运人士 我们要做的就是积累那个必然因素 只要我们把必然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加上一个突发事件 事情就可以撑 而那个突发事件 其实不是我们可以预测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用我们的坚持 为突发事件发生 积累尽量多的条件 催生的一个突发事件 这是我个人看法 然后跟你做个分享 呃 吕金花大家有个评论 待会儿这个请胡平先生 因为刚才 你可以直接说 因为刚才李泽人先生提到一些 关于香港对待民主的问题 待会儿请胡先生 因为他之前就有很多论述 待会儿这样讲 姜华大姐先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你这么话 那个借着这个机会啊 我就因为跟李泽人见了很多次的面 首先还是因为要感谢吧 因为我在差不多29年前的时候 李泽人我们就在天门广场见面 而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马上叫军队进入天门广场 那个时候我们俩就见面 那他当时穿了一个特别短的一个T恤 和另外一个工会的职员 就是那个Annie的那个 Trini 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这边开这个 这边机关枪和不是那个 躺着车已经过来的时候 他们俩人迎着那个躺着车走 后来让大家说你们赶快撤 你们赶快撤吧 他说我要看看 我们就要看一看到里 里边能发现的是什么 会不会就真的杀人 他们还不会认为真的杀人 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分散 但是在天门广场 后来我到了这个 当然被接到 逃亡到了天门这个香港的时候呢 又碰见了李卓仁先生 是在刘千石的办公室 然后我刚才其实我想主要话题 讲的一个是什么呀 我们作为一个推动民主运动的 一个小兵的时候 你不要考虑到 我之后这个大树能不能长起来 但是今天我做的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踏踏实实的 我今天努力了一点点 就把这个石头磕 扒下来一点 这个树慢慢就给下一个种子栽起来 我们不用在乎结果 我刚才讲的是想提到了这个天 这个香港支联会的办公室也非常简陋 然后香港公联会的办公室更更简陋 然后当时是工会主席这刘千石办公室吧 就是两把桌子 两把椅子很挤的那个位置 但是他们这些人搞的那些街头运动有声有色 而且每一个人我们实时求是讲 就是从他们的精神状态 他们就扮演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义工的角色 扮演一个劳工的角色 绝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西装逼挺的 咱们今天革命领袖来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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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全全不是 街头运动就是街头运动 我说这句话的话 话题我实际上指的有些人 觉得真是自己扮演一个革命领袖家 卖个四方步 对不起啊 咱们这革命运动就是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 在共产党在没有结束共产党的一天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放在他自己的那种虚伪的假面狗 我们就要露出我们真实的 我们就是在脚踏实际的做 我为什么还要介绍这个香港支联会和香港这个工联啊 他们这些工人和义工人员 真的从很少看见他们西装比体的 就是每回都背这个双肩包 拿着一杯这个矿泉水 手里攥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 然后一会儿到街头去游行示威抗议 然后我们再讲这个香港的支联会啊 他们组建了多少多少个团队多少个活动 比如在天文母亲那个天文母亲成立的时候 打出来的也是香港支联会对吧 那日后呢就是就是历届的任何的政治受迫害的那些人 比如说李那个李汪洋洋是洋天水 我们这样的人物都是在就是等于是说从89年开始 不断的受到了政府的破坏坐牢 然后至此 然后又出现刘晓波 现在目前是刘霞 刚才李卓人先生已经跟大家讲了 他就讲那些很实际的历史 实际的这种所有这种叫民主运动的活动当中里边说 我们在海外等于香港在中国大陆上第一前沿站线上 在第一前沿站上 所以他们有任何举动 我们在海外就是应该配合 别考虑的那是香港地区 台湾地区对不起 那他对的地区是一个目标都对的是中共当局 所以我们之间必须有一个互运互动 这么一个层关系 所以他当年我们这帮人跑出来的以后 当然王丹之后来就没叫成功啊 我们这军刀也就没叫成功了 我们这些好多好多的人都是 等于是香港的这种爱国啊 或者爱这个民主啊 追求民主这些人士啊 要希望更得到更多的这些人 挤交他们出来的人当中里边的时候 人家现在就在国内 在属于在等于香港地区 就是受共产党的打压 所以我们在海外就应该全力以赴的 反过来去支持香港人民 争取民主 所以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消息吧 叫梁天琪吧 判了六年徒刑 就说共产党你看看 现在一步一步的把香港的那种 所有的这种政治市民 就是民众争取这个权利 政治权利 慢慢慢慢就开始打压下来 所以我们这些人不能在海外 我们享有这种自由 享有这种更多的权利 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去支持香港人民 这是我想谈的 谢谢啊 非常好 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胡平 张琳还有叶琳姐 轮番发言人 这我要打 我坐一下 可以吗 好 李卓恩先生来了非常高兴 上一次我在挪威来见过一次 就是挪威 2010年就是刘晓伯恩格获奖 香港我觉得香港确实非常不简单 你说两岸三地这么二十几年来 那坚持最长的 动员规模最大的 就是香港人 刚才王南谈到他香港的那个 抗疫六四集会 参加人数之多 史无前例 那么他主管晚会也是史无前例的 二十几年 二十九年 为一个主题 每年一度 都那么几万人 十万人 十万人以上参加 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香港人却非常非常了不期 谈到香港的事情 当然我也一直非常非常的关注 我也注意到香港年轻人这些年来 前些年就有这个迹象 对这些上一代的这些泛民派有很多批评 批评就是觉得你们搞那么多年也没有寸进 所以他们提出一些另外一些口号 这个就跟他们很多藏人对打来喇叭的周边道路有批评一样 也说你们这么多年没有进展嘛 我觉得他们没有考虑到 在整个形式在出现倒退 在逆流过来的时候 你能不退就是最大的进步 你这时候不可能进的嘛 对不对 在这种形状下逆流来的时候你不可能进 你能维持 你能守住 那就是很大很大的成功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战争人我们看一下 多少年 六十年了 还有这么大的规模 你说多了不起 那你看我们汉人比较久 就迅速多了嘛 那人数比较多那么多 那后来没多少年就退下来了 那赶上一样子啊 现在能坚持那么久 当你批评他们 当他们这些年龄批评他们没有寸进的时候 那已经承认了 其实无形成认了 就没什么倒退 这个就是很大的成就啊 在那种形成之下能做的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有些口号包括我也就每年他们都我们都海外都会讨论的什么平凡流次了好争半天 我觉得没必要去争 这平凡意思也不是因为我们原来都从共产党那儿文化革命之后平凡原下出案很多人就习惯有一个概念 平凡就是指的就是向现在这个政府提出要求 那其实平凡不是那个意思 平凡意思很简单 就政府做出错误判决要纠正 那么谁来纠正呢 当然由政府来纠正 那么可以是现在这个政府 也可以是未来的政府 也可以是你革命革命之后新的政府 都可能 但是他必须由政府来做 这可又跟您释放政治犯一样吧 你释放政治犯谁去释放去啊 那当然政府才能 因为政府官的 政府释放 可以是这个政府 可以是未来民主政府 你老百姓无所谓释放啊 除非你捷狱 对不对 你把捷狱砸了 把他救出来 释放 那当然是政府出面嘛 所以它同样的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 你平凡六四 那当然它是有道理的 它并不包含着对共产党 对现任的共产党抱多少幻想 跟它没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条就是 我考虑从现实都能考虑 人家从八九年就提到这个 就拼换这个口号 作为他们六四逐杠外费的一个主题口号 你想这么多年下来 随便变口号 就证明这个口号有 它的感召力 那么多人能认这个口号 另外也说明这个口号呢 共产党它没法打压 它没法以这个口号为名 就去压制你们的机会 你想你要改个口号 那那时候参加的人里头 那么多人里头 总共产党本来就想退的 这好找出理由了 我们本来是这样子 你们现在这样子 我们不干了 对不对 其实那根本不重要 有的人就想打退当鼓了 你给它提供了借口 同样的呢 当局本来早就想打压了 找不出借口 你改一个口号 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它就有理了 你看我看最近 他们包括一些年轻的议员 一些被取消的议员之后 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因为其实他们那些 一些的议员表示 和原来本来你作为一个议会 一个议员去参与 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你不做那表示 多一个那个表示 跟少一个的表示 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你反而给地方提供一个口识 没有太大必要嘛 对不对 我觉得问题在这儿 你可通过别的方式 人家我们 你不表示我们也都知道 你没有必要 非要在那个地方 去做那么种表示 因为毕竟得到那个疫情 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 这里关系一个问题 你看下面 你看香港现在 它虽然有这个选举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立法会 这个它的结构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席位 不是由这个老百姓选出来的 是功能阻别 所以尽管每一次选举二十几年 每一次选举这个泛民 得的票数都是单数以上 但是他们在立法会中的席位呢 顶多就超过三分之一 就顶多就是有否决权力 你要通过重大体验 它可以给你抵制掉 但是他们很难主动的通过一个什么 什么法案 除非你得到建制派的某种配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泛民 我觉得下一步应该的一个方向 怎么样改革这个立法会的改革 立法会的选举的改革 让更多的席位能够变成普选 因为只有这样子呢 因为你在香港毕竟 那个议会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香港它有自由 它缺乏这个民主 你当然 从香港条件来说 当然你该讲解这种 所谓这种合法的斗争了 因为你何况 你要进行一些暴力斗争 根本就不限是吗 那前年也有一些年轻人提药 勇武药怎么怎么样 结果那个东西 它根本就是 他们做的实际的准备 哪些硬直壳呀 哪些东西 那肯定根本不解决问题的嘛 对不对 对中国那个现代化的武器 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嘛 所以 所以到时候来 它有时候不是说 你就是从实际出发 你怎么样 能怎么样去做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它有些你口号 你可以提得很高 很激动 但是你根本没有招手的地方 你根本没有实行了这个可能性 反而呢 就是 这种做法呢 第一 它有时候会 无谓的 给当局找来镇压的理由 其实你还没有干嘛 你还没暴力呢 对不对 结果它说你要暴力 结果把你给扣起来 把你给抓起来了 第二呢 第二呢 它反而会造成人们的那种无力感 无奈感 因为你提的说的那么好 那么动人 觉得要非得这么干不行了 一看 根本谁也干不了 谁也根本没法付出于任何行动 那么结果会使很多灰心丧气 反而会选择退出 就像他们这个谈港独这个问题一样 我很能理解他们谈港独那个心情 但是你想它显然不现实嘛 但你相信不是你认不认同中国的问题 你现在它现在是在中国 中共这个一国两制之下 这个事情 它是这么一个现状 那么因此呢 就像我们大家都说过都知道的一样 你除非中国 这个民主能有进展 那么否则你要香港得到 这个真正的完全的那种民主 那确实当然 当然就不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讲呢 你香港人争港人的自由民主 当然就和要求这个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是不可分的 这也不是说我想分就能分的 它有的 这里提到港独的一些人呢 有些人就是想的比较天真 就跟一位主张台字的一样 说我们不管你嘛 那你也不用管我嘛 你们就可以做这么一个交换 你们大陆你们杀人放火 那我们不管 那是你们的事 那原来是我们这边干什么 那你也别管我 那他从来哪 他不是这么想的呀 他不是这么算的呀 对不对 你不去管他 你不去抗议他的事 那减少他的压力 但他这样会控制你 他绝不会因此 就对你放你一马 这是很明白的现实嘛 再说你说作为你香港和台湾不一样嘛 因为台湾它事实上本来就是独立的 那只是由于呢 你要什么要改国号啊 要修改宪法呀 你担心大陆会动武 所以你还不敢以那种方式去独立 那么你香港现在实际上是在一国两制的控制之下 他们很多港独思想这个兴起呢 就和这个战中运动遭到挫折有关系 觉得就认为真民主是真选举 真不选争取不到 那我们就只有去港独了 这个民意细想 这个感情上很容易理解 你本来提出一个很合适的 很适当的一个要求 没有得到实现 遭到对方压制 你会忍不住 会有更高的愿望出来 会有更有对抗性的东西出来 但实际上考虑呢 它显然 如果你连一个真普选都没有争取到时候 那你怎么就是 你怎么还有条件就能争取到这个所谓独立的呢 这肯定就更不可能了嘛 你说我们说的独立 你香港独立就跟最近他们这个藏人也一直有主张要独立的 它其实是一个道理 你怎么独立呀 除非你武装革命 这样领香港 是吧 然后还能打败这个解放军 那你就独立了 那就像原来北美独立似的 如果你不能这么做 那你独立 无非就是通过公投 公民投票来独立 或者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来宣布独立 那你要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宣布独立 你选就得真普选呢 选择民主的政府啊 你要公投也是 什么叫公投啊 公投不是说我们 我们大家投票就算数的 你老一个民间团体 你发起投票 那只能叫民意调查 那个没有法律效力的 公投必须得按公投法 那就要求你香港说 你得通过公投法 那怎么通过公投法呢 那你这样 你立法会里头 你支持这种人 得占绝大多数 才做得到 换句话说 你香港还是先得有真民主 得有真普选 没有真普选 你就不可能有真的民选政府 就没有人资格 有资格出来宣布独立 没有真普选 你就不可能通过一个 一个这个 公投法 就不可能搞公投 那就跟西藏一样的嘛 你西藏你连真自治都没有达到 你怎么能达到这个独立呢 就是换句话说 哪怕我想独立 那我也该知道 我第一步要争取真自治 把真自治争取到了之后 我才有可能去实现我的独立 同样的 你现在就算那些 党他们希望他们独立 那你也先 应该现在跟反民一样 先把真普选 真自由 真民主 把这套弄到手 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看呢 这其实大家 就是 你不管最后的目标 有多么不一样 其实那个都不重要 因为你看 只要在现阶段 我们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当然也得非常希望 香港跟他们能够合作 是吧 因为主要是 我觉得他们有些人 没想清楚 他反正是情绪用事 反正情绪 他一句就是感情的逻辑 人碰 提个很温和的主张 受到错误之后 人会生气的 会 那你这个都不让干 那我老子就这么 就要这么那么了 你会提个更高的要求 那是感情的逻辑 对不对 但他往往给向反的 当你提这个 比较温和的主张 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时候 都阻力太大的时候 那你恐怕就是说 你要调整你的策略 而不是说你更高的专门 你更不可能实现了嘛 他问题在这儿 所以这里呢 当然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香港给我们的支持 给我们的鼓励 真是太大 香港人能看到很大的希望 那刚才谈到丰索也谈到 同一带一路 这个李卓人 这个问题确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 以后形成一些更密切的合作 因为对这些问题 要有些就是有这种专业知识的人 能提出一个 因为我们一般只能 当然他们就跟他们西方这些政治家一样 那政治家他们一般也只知道 方向 他也不知道细节 川普就能说 这个事儿要管一管 那怎么个管法 他根本说不清楚 这都需要专家 专门下功夫 就像中国这么多年 对海外 包括对香港 对国家的渗透 你这有你的难处 你香港也好 包括美国也好 你是个自由国家 你不能轻而易举的 他那边可以压制你的东西 不让你的媒体登陆 你这边自由国家 你好像不能随随便便 也用同样的逻辑去对待他 对不对 因为你是讲自由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样防止他另外 那种意义上的渗透 他就有很多计辑性的问题要研究 才变得很可行 才变得有可行性 换句话说 因为这个是过去没有先例的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前我古人的事情 过去共产国家冷战期间 这东西基本上是不往来的 所以那倒简单了 对不对 那倒简单了 没有往来 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往来 而这个也是 也和时间有关系 你说这个往来从一开始 就是不对等的嘛 对不对 我们看到媒体就要很明显嘛 对 你中国就可以看到西方的 不能看到西方的境外的媒体 而你在海外你要看到中国的媒体 什么央视什么 他随便看 他到你大街上卖一点 从来就没有问题的 从来就是不对等的 但是呢 在八九之前 这个不对等没有显示出国家的弊病 因为这边你自由毕竟太吸引人 所以那种交流 当时的开放虽然很有限 而且是单方面的交流 那对对国人的那大陆人的那种思想的那种影响 都是非常之大 有些人特别 有些人到了海外来说 那对反动看我都特别感兴趣 所以那个时候 竟然是不对等的 但那个时候你看说 自由的感召力就是强 无比强大 所以那时候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那么后来由于别的原因 就发生了很多变化 所以看起来这个不对等 好像就好像我们在吃亏似的了 可是你按照你的原则呢 又不能完全取消这一条 所以怎么样 你从技术上能做到 在维护我们基本价值的前提之下 怎么样对一些 来自共产党那方面的一些渗透 去比较有效的去防止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渗透 这方面的问题是更严重的 而且大部分 它其他方面的渗透 都是从经济方面去实现的 就跟控制媒体似的 它并不是它自己办那么多媒体 那更多的就是给你 最简单的就是买你的广告啊 广告一多 那不用干别的 你就会惦记到 你就会小心点了 你就会自律了 你就会重大 这是最轻步的收买 对不对 你要更多的更直接的 那就更多了 是吧 所以第一问题 我觉得都有很多很多的 共同研究的深入这个余地 所以我想今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 更经常性的一种联系 对各种 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的一个智库 那就更需要在 不管是对中国大陆的 包括对香港的 包括美国的 他们的对华政策 提出一些就是更 就是政策性的建议 就是有可行性的这么一建议 这个就除了在我们 确定共同的方向之外 还要对很多具体问题 有着更深入的 这个交换和讨论 希望以后能在这方面 有更多的进展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 我谢谢大家各位 就是说待会儿再给 网站先生签名 收出之前 你先下去 把那个书向主席那里买了 然后最后的话 就直接过来签名就好了 OK 我们这个最后呢 还有两位 这个是张宁和李群姐 然后这个是非美发言 就OK 我们争取五点钟结束 首先呢 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 聆听这个 昨日先生介绍香港的状况 因为 正如他所言 香港实际上 那是全世界中国人 争取汉美自由 抵抗暴政的一个前沿阵地 甚至是一个主政地 尤其今年六四的时候 我最感动的是 还有十一万五千香港人 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 来新年六四 这个 就是汉美自由精神 然后呢 他这个数量 几乎全世界其他地方 所有加在一块 都没有香港的一个零头多 我估计都加起来 得不到五千人 实际上他再在说明了 这个英国人 建立了香港这个城市 已经留下了这么一种 强悍的这个自由精神 而这个自由精神呢 对于中国的那种 是最重要的 目前实际上中国人 最缺乏的 也就是自由精神 所以说呢 李卓人今天呢 向我们介绍呢 实际上我们 也在提醒我们 我们所有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流亡者 都欠香港人一份情 这个过去几十年来 香港人一直在奋献着 大量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仅仅这每年几万人 甚至十几万人 甚至最多的时候 上百万的优先市里 都是在大陆的 这个人民的这个 未来的一份关切 也就是说呢 他们希望大陆能够 获得自由 能够享有民主权利 能够堂堂堂堂堂堂堂的 这个做人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呢 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应该感谢香港人 我们应该 尤其在目前这个年代 就是说呢 香港不受打压的时候 因为现在中共的 主要打压的一个距离 一个一个一个主战场 就在香港 对香港你看 这个最近判刑的 密集的判了好几个 香港青年人 他们都是香港 极为优秀的这个年纪人 我觉得我们呢 应该给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通过脸书 通过这个推特 应该运用各种各样的 这个方式 对香港这个人民 捍卫自由的这个 这个这个农利 做出更多的这个支持 这一点呢 实际上捍卫香港自由 中国人将来才有自由 如果香港的自由都能上的话 那这讲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大不幸 它意味着就是说 全世界的华人可能更 就是沉入到一种 更人陷的一种 更黑暗的一种 一种精神状态 因为不管怎么说 香港是拥有 最强烈的这个自由精神 他的自由精神 应该说超过我们 之前在美国的这个华人 你看看今年 今年六四的 有多少美国 这个华人参与 的纪念 因为六四是一个 非常清楚的事情 就大家都知道 保证碾牙自由 分割 碾牙这个抗疫的 这个学生和市民 那个这个市民 所以说呢 这个会议呢 我希望呢 将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进行 我也希望更多的 这个李卓人先生呢 能够推动更多的 这个香港人到世界各地 去介绍香港的这个状况 跟世界各地的人 就是说华人或者各界 都联络起来 就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呢 都需要付出一份努力 来捍卫香港人的自由 可以这么说 捍卫香港人的自由 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 因为就是为中国人 争取一个自由的前途 这也是对人类自由 和人类的这个未来的 一份巨大的贡献 好 谢谢 非常好 最后一请也收我就好了 李先生好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听你来讲讲 香港的那个现状 他支持民主运动的这个历史 我们也经常在网络上关注你 也知道你 非常感谢 那昨天呢 我正好看到一个小视频 是97以前 邓小平 对那个香港的那个 赌城的那个 何老板讲的话 我们50年都不变 我们今后还需要变吗 可是才过了20年 你还不变成什么样子了 香港的整个的这个 民主的体制受到了打压 不仅仅如此 最过分的就是铜锣湾事件 他们居然越境抓人 这是非常严重的 侵犯人权 侵犯香港法律的事件 这个是要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红色渗透 对香港的红色渗透 过去呢 我们曾经还对香港抱有希望 就是希望那个香港呢 能够搞成一个政治特区 那么香港本身 他就是有一个自由民主的 这一个模本 然后呢 根据他的现有的那个政体 像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附设 那么形成这一片区域的 那个就是政治特区 因为他改革开放的时候 搞过经济特区 是不是能够搞成政治特区 可是呢 这个二十年以来 很多人的这些希望 就是完全都是破灭掉 完全破灭 所以呢 现在香港的形势呢 是非常的严峻 那么 要靠着香港的 这些朋友们 还有呢 要靠着我们在 散落在各地的华人朋友 还有国内的朋友们呢 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保卫香港的民主 对 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的民众 这个三十年来 对中国民运的支持 每年看到维园 那么多人上街 那么多的灯光和蜡烛 我们都是非常的感动 那个希望通过 李作人先生 对香港人民呢 表示我个人的一种感恩 感谢 谢谢你 谢谢 我讲一句话就好了 OK 好 谢谢你们 我就坐在这边就好了 不要大声 谢谢你们给我们的 李作人先生过来这边 跟你们讲几句话 然后刚才王丹也讲得非常好 我想 我希望 我不再echo 就是在继续他刚才讲的话 但是就是说 我希望以后大家也是 可以有比较紧密的联络 其实以前已经有了 真的希望以后 因为王丹先生现在有这个 对话中国 然后大家更加的 能够再讨论多一点的事情 然后今天就是谢谢你们各位来 然后我觉得最后讲了一句 但要提的就是我自己也是八九去参加那个游行的时候被感动了 后来才会坚持到现在今天的 除非要王丹里面还有金花丹里面的一个人在广想上面 我也会做今天的事情 师傅阿先生讲过一句话什么 功臣不在于我嘛 就是大家都继续努力就是这样 谢谢 好 请允许我向李作人先生听一个问题 我今天是特意来的 大概从97年到现在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曾经十年前跟你们那个马晓宁女士通过一次电话 后来因为特殊原因没继续联系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跟大家一起谈谈 那就是关于中共政府跟英国政府所签订的 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问题 我个人认为它存在严重的法律问题 第一 第一 它以1997年作为时间点 那也就是说 只存在英国政府退出中国领土 那么英国政府为什么还有成立 在它退出我们领土之前 与中共政府签订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条约呢 第二个问题 在97年英国这个感应政府退出之后 那么香港的特区政府去履行这个中英领的声明 到底是代表中共政府还是代表英国政府去履行这个中英领的声明呢 但是我相信香港有那么多的律师跟大众为什么不考虑到这一点问题 那么按正常的理解应该说英国政府必须无条件的退出香港领土 那么中共政府就必须与香港地区政府共同签订和平协议采动 那么也就像中共政府跟中华民国之间的谈判的问题 但是香港政府失去了这个成立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香港的一个最终的决策 也就是说香港要实现真的补承或者走向动力 首先要把中英联合声明汇除 重新以香港地区政府跟中共地区政府同等做下来重新签订和平协议 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通过李先生带给香港六千六百多万的同胞们一起考虑这个问题 谢谢 好谢谢这位朋友 那个张慧来美东党部的副主席有一个问题 你讲一句 我想特别欢迎那个李博人先生来 声音大一点 我想提出一个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通过您对国内的人和香港的民运人士 就说的了解 您就说对海外民运有什么希望 怎么样才能感动中国政府和推翻中国政府 就这么一句吧 OK 你这个问题之前大家也有一些部分交流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就是到五点钟就结束 因为虽然说是开始的晚了一点 但是因为大家这个主讲人还有些别的事情 所以没有办法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我们我们会后的时候私下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再进去交流 好吧 谢谢大家光打理今天这个活动经营的非常棒 谢谢大家